那么在歹子屋里面 你的无处安放了大拇指就要竖起来了 无处安放了大拇指就要竖起来了 你看整个竖起来 这差不多几乎是一个直角 对不对 如果你的大拇指撇下去了 就变成平掌了 把它竖起来 竖起来 把它竖起来 看到了吗 不能打开 这会儿不能打开了 一定要把这个掌心手给做好 因为我们月亮几乎是一个初级的一个歹足 非常好学 非常好学 我们几乎我们的手型都在这个位置上 在掌心手上 好 这个是掌心手 掌心往上 我们管它叫拖掌 好吗 一会儿教学的时候 如果是掌心往下 在这个位置上 那就是按掌 按住 按掌 好 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取掌 还有一个取掌 那么取掌的时候 我们是用我们的整个四指并笼 四指并笼 看 四指并笼 你真棒 看到了吗 稍微这中间有点空心的感觉 不要捏得太死了 轻轻的握住就行了 竖起大拇指 你真棒 取掌 好 取掌的时候 好 取掌的时候 然后我们用这个手背外 把你的整个手带出 伸直带出往前 往前 这个取掌往外 然后往外收回来以后 再大拇指朝下 变成我们的掌形 往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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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手型 来我们侧面看一下 来取掌 手背 手背外 把它带出去 能不能这么竖起来 不能 扣着你的手腕 拉出去 一大拇指竖起来 好 再经过回来 往外推 掌心向外 二 左手比右手略高 一 二 一 二 要学蒙古舞的 随时你们要学 学藏族舞 我的九寨 还是学月亮 歹族舞月亮 还是学乌兰巴托的夜 蒙古舞 都可以随时报名 好吗 每一节课 最初都有 基本的动力 都有基本的 动力的一个讲解 好 那么我们在 这个歹族舞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步伐 还有一个步伐 叫勾踢步 就是往后踢起来 也可以叫它后踢步 就是你怎么懂意思 你怎么来 因为它是往后踢起来的 它是往后踢起来的 那么这个重拍在哪里 无料期 八 搭 搭 搭 好 一是重拍 对不对 搭拍是弱拍 一是重拍 那么重拍是 往下 踢起来的时候要快 落下来的时候要稍微稳住一点 打二 打一 打二 蹲住 三 打四 打一 打二 打三 看背面 打四 打一 踢屁股 打二 打三 打四 你的上半身是垂直的 一 打二 打三 打四 越是落下去 越要稳稳的 慢慢的落 那么踢起来的时候是什么 啪的一下 打到你的 这脚后跟勾起来 勾起来 踢到你的 这个脚后跟 这 后面这一侧 踢到你的 你的臀部上面 啪 打 啪 打 一 一 踢起来的时候要快 落下来的时候要慢 亲爱的们 好 来我们来再来一次 整个身体往下蹲的时候 你看 往下蹲的时候 是垂直 不要去撅 不要撅着 也不要仰 挺着 整个是垂直 往下 你看 整个好像什么呢 你往下蹲的时候 像这个什么 尾椎骨去找脚后跟的感觉 看到了吗 一 二 打 一 打 二 稳稳的落 一 快 二 快 一 快 二 为什么说快呀 踢起来要快 落下来要稳 稳稳的 身体不要有任何的晃动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后踢步啊 后踢步 手行 和我们的基础的一个步伐 明白了吗 嗯 踢起来一定要快 否则你就没有 还有的同学 因为我没有纠错了啊 就今天一天 然后就就今天一节课 叫四个八拍 好 然后我们在踢起来的时候 有的人会什么 高抬腿 这就不对了 那么你的小腿应该是在哪里啊 在你的膝盖往后踢起来 踢屁股的感觉 而不是 一 不是高抬腿啊 很多人就踢成高抬腿 就很奇怪了 那你看大腿就在这 小腿往后踢起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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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么一个感觉啊 好 现在说一下我们的 我们现在说一下我们的三道弯啊 说说一下我们的三道弯啊 我们歹足舞有很多地方都是要呈现一个三道弯的一个状态啊 从我们的大的线条开始说啊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姿态的时候 你看从我们的 从我们的脚掌脚踝一道弯 脚踝到膝盖一道弯 膝盖到我们的大腿就跨个这儿 也又是一道弯 三道弯形成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摆在这个姿态上 说我们整体的一个效果是腿一道弯 身体一道弯 头手又是一道弯 对不对 就是很多都是有三道弯的 包括我们的手型摆在这儿 你看一道弯 两道弯 三道弯 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注意这个三道弯的一个形成啊 任何任何时候这个姿态都要摆好了 三道弯啊 啊 我这里不卡啊 卡是你们内的问题 呃 你们如果是卡的话 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内存是否够 因为手机内存不够的话 也是会很影响这个速度的哈 不卡是吧 云中子韵 不卡 嗯 因为我这里是非常流畅的要检查一下自己手机的一个内存 还有你们的指纹 还有你们的网速啊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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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今天我们教这个胆子舞月亮呢 我只教四个八拍只教四个八拍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 好第一个动作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说啊 我们的手呢 我们的手呢 掌心冲上从你的这个腋下上来 你看 然后指尖带着走 过来了 那么手去的方向 那么手去的方向与你身体的方向是相反的 好千万别一起过去 它是相反的 手往左边走 现在是镜面啊 手往左边走 好 我把这个 左手放长 袖子放长 右手 哎 拿上去这个袖子啊 这个啊 半袖的这个是右手 这个是左手啊 掌心冲上 掌心冲上啊 打 一 你看掌心冲上 然后指尖带着往下走 到了中间以后往下 我的大拇指有没有保持住 保持住的 好 左边 左手来 也从你的这个腋下 胸旁腋下 从这走 拖上来 然后指尖带着往下走 一 好 然后左手掏出来 二 指尖带着走 三 你看 先扣腕 先扣腕 然后指尖走 指尖走 一 对吧 好 第二个动作 扣腕 指尖走 二 再来 第三下 第四下 你看我的身体和我的手是相反的 手要往左边去的时候 啊 那么我的头一定是 向右边走 对不对 好 今天教逮足舞月亮 逮足舞月亮啊 中秋如何拍月亮 你们只差一个舞蹈了 啊 好 然后我们的头 我们的头怎么样做呢 头一定是听清楚了这个头的一个部位 用你的头顶心去找 用你的头顶尖这个地方去找啊 先往右 头顶尖导过去 先往右 就像有一支笔一样 好 完了以后 刚出去 请投 好 第二个动作 请投完了以后 不要再太往外面钻了 好 摆正 用你的脸颈去碰 碰这一块 因为你现在 你刚开始是想用头顶尖去碰这一面墙 对不对 哎 用头顶尖去碰这面墙 完了以后 头顶尖到位了以后 头顶尖往上走 你的脸颊划过这一面墙 这么一个感觉 好 刚好走到这 不要重新起范 正好来找左面的墙 头顶心找到左面 是吧 然后脸颊划过这面墙 来 所有人跟我一起坐 这是 这是夏辉老师特有的一个教学方式 好 我们来做一次 这面有两面墙 对不对 亲爱的 有两面墙 那你用哪里去找呢 首先是头顶尖去找这一面墙 找到这面墙了以后 用 然后头顶尖往上走的同时 用你的脸颊去触碰这一面墙 太棒了是吧 就是一讲你就明白 因为夏辉老师的课真的一听你就明白 来准备 5 6 7 走 头顶尖 找到这面墙 好 然后 然后走 走脸颊去触碰这面墙 正好脸颊滑落到你的腮帮的时候 你的头顶尖是不是在左边了 正好去找左面的墙 过来 头顶尖 脸颊 哎 滑落腮帮 又到了右边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啊 就是我每次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去 去让你们更明白 有没有感觉 有找到这个位置吗 你看我 我不用手了 我现在不用手了 头顶尖找这面墙 好 然后告诉自己 脸颊眼睛旁边 啊 去找 找到这面墙 脸颊贴到了 然后腮帮贴到了 正好 你的头顶到了左边 好 往左走 头顶尖去找墙 脸颊找墙 腮帮子找墙 1 2 3 3 4 5 6 7 8 好 现在我们的头解决了 对不对 头解决了以后 身体怎么办 听清楚了啊 就是我的知识点是很多的 先一个一个部位的解决了以后 再把它 一定把它记下来 亲爱的们 一定把它记下来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头和我的身体的部位 分几个部位啊 谢谢 谢谢小黑 小黑又来了 好的 我的头顶肩脖子肩胸腰一次运行一次运行一次的走也就是说第一个走的是谁啊队伍排的第一排的第一列第一个的是谁啊这条队伍是头好完了以后第二个排的第二个是脖子再是肩胸腰哎总共这这一队有五个人是不是12345 好衣服哎呃衣服在商品橱窗里面有优惠券啊新款就秋天穿是很舒服的贴身穿好看一下啊看一下啊看一下我我我我我我现在先把手哎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让你们能看清楚我的整个外侧这一侧依次是怎样怎样运行的啊我先把手架起来为了让你们看清楚一点好我的头去找 好好完了以后脸哎我的头在这儿我脸够不着啊怎么办我肯定还要往外带一点我的脸才能够到这面墙 那么我要往外带的时候身体肯定就跟着往这边走了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哎好脖子到的到到这一面然后肩胸腰哎这么走121一点点过来然后去左边了头颈肩胸腰 头颈肩胸腰头颈肩胸腰一二三打四其实我们就做了两次啊就做了两次晚上好晚上好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先找到了头的运行路线然后再找到整个上半身的一个运行路线对不对啊真好看谢谢谢谢夸奖呃月亮呃 因为这支舞蹈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就是我每次跳大家的这个呃喜欢的这个都都非常喜欢就看那个点赞量就能看出来大家都很喜欢但是跳不出来对不对就是说啊一看哎呀老师你太美了我跳不出来你们首先就说自己跳不出来了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方法知不知道你们没有掌握到方法哎 对对你们呃不是说一听就会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所有的这个嗯动作你要做到位了那是要首先要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你要首先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从哪里开始然后再去付出行动去练习老师今天在讲也是给你讲这个方法怎么样去练习啊对整个身体就像 蛇的一个摆动啊有人说像蛇一样哈含红的月亮哈好来我们身体再连着来一次头走脖子跟出去肩跟出去胸也已经到这边了本来我在这儿对不对哎头走脖子也过来了你看脖子已经在这儿变形了对不对然后然后是肩那么在肩走的时候 你前面脖子和你的头不要停下来依然在走也就是说这条这个队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队伍不是说我到位以后就停下来那后面会堵车对不对那后边的人会堵住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头和颈已经走了那么我的身体要跟上来的时候我的头要不断的再往前走哎头再不断的往前走然后到这边这边这边走完正好头也到了这边 走走走走走走一直在走别让后面堵车了这个意思明白了吗而而不是有有的人可能想的是可能想的是哦我在这儿停下来啊我走完了那我再走这儿再走这儿那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就是他一直在运行的路线他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往往前走明白了吗那蛇呀舌头跟着往前走啊一直带着往前走 就是你经过的每一个点比如说这里一个点这里一个点啊他一直在走他一直在走明白了吗他一直在走我这个通已经很通俗了吧对啊流动连贯啊这还这还能晕啊我都我都这么通俗的跟你们说了后边的要不然堵车了前面的前面的头你是一直在走不要等着后面的人来明白了吗 头是第一位的不要等着来啊这下边没有橱窗了你要点我头像左上角新进来的宝宝们左上角那点一下加一下关注加一下关注啊点了头像左上角点了头像点出来以后左下角有一个关注先点关注然后再点右下角的主页你就能看到我的主页啊能够看到那个四个黄色的字商品橱窗 嗯嗯好了明白了啊明白了啊我已经说的很通俗了这个比喻如果还没懂的话嗯可能要可能要补习一下语文了啊好好然后我们的身体啊啊不协调就去练不协调就去练衣服裤子都是置顶的都是置顶的商品橱窗里面前面两件衣服和裤子都有都有那个优惠券还有别的新款也有优惠券都是今天我凡是直播都有优惠券 的啊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动作啊我们的腿呢双脚并住来双脚并住微微屈膝从下往上哎双手垂下来因为我们的结束在这打开场胸然后落下从这开始一哎你看一这个头颈走出去的时候这个胯你的左胯你的屁股灰不自觉的会往 有一个错位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胯有一个错位看到了吗有个错位就是身体头带着往右走的时候你的胯会往左然后头颈尖胸腰往往左的时候你的胯会不自觉的会往右它形成一个错位上半身从这里断开啊你的胯在这个位置胯和上半身的一个错位啊这个话能明白吗这个话能明白吗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不是在这个橱窗里面衣服是在我主页的商品橱窗四个字啊这里挂不了挂不了商品啊小黄车我这里面挂不了 好的明白明白啊太明白了对我的课就是讲太明白了 好来准备好来准备啊我们来试一下来我们身体双脚并拢屈膝来你看侧面屈膝身体哎趴下去因为你从一个痒哎到沉下来从这开始起啊从这开始起五六七八走一好第二个走二给出来三四 好第三个第四个都是直接往上三四五最后一下立起来啊这五个动作啊现在不是节拍是在给你数动作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四个四个五个前面这五个动作啊来来五六七八一 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好第三个往上走三四立起来五摇着头去看啊透过你的这个手去看啊 双手是交双手是交双的交双的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仰着头去看仰着头去看明白了吗 节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我这不卡 我这不卡 卡就是所有人都会卡 我这个网络良好 你那卡了吗 都卡吗 有没有不卡的 不卡 如果我这卡 那是我的问题 如果如果有人 如果所有人都卡 那就是我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你的手机问题 和你的网络问题 好 好 来 明白了吗 这个动作明白了吗 一二一次 三四一次 然后五一次 六一次 七一次 八停在这 明白了吗 一二往右 三四往左 然后五六七二 不卡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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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自己的网络 和自己的手机内存 手机内存严重 影响你的手机运行速度 还有你们 可能有的人打开的 手机打开的东西 程序太多了 你关掉一点 留着抖音就行了 同时打开很多程序 也是很耗费 这个内存 这个运行速度 也是会降低的 好 准备 来 跟节奏来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看出去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慢慢伸上来了 对吧 好 二二三四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七的时候 已经完全立起来脚尖了 二二三四的时候 二二三四的时候 往你的左边上方拖掌 左上方拖掌 伸出你的手 拖掌 掌心向上 我说了掌心往上的时候 就会是 我就会喊成拖掌 拖掌 喊成拖掌 来 拖到你的左 左鞋上方 左手的鞋上方 两手一起 两手一起 好 我们停在这 对吧 好 然后迈出你的左脚 伸出你的双手 指尖带着走 哎 抛出去的感觉 哎 然后左右腿是直的 左腿迈出去 重心在这 两条腿都直的 完了以后 右手落 右手落 落到右边去 左手按掌 右手拖掌 看 三道弯 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第一道弯 第一个三道弯 已经出来了 左手按掌 右手拖掌 掌心向上 完了以后 看回到你的左下角 看回到你的左下角 在这 然后左手变成 摊掌 右手变成按掌 回一下 再回到刚才的位置上 明白了吧 然后听我说 四个动作 第一个 这里有四个动作 两拍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双手抛出去 在左鞋上 拖着手掌 手掌心朝上 好 完了以后 右手往下走 落的同时 左手按掌 从你的上方直接按下来 右手从你的上下 下 下 右 按 左手是直接这么按下来的 好 在这儿 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 第二个动作 广播体操 走 看回来 看到你的右手 好 然后回身 看左鞋下 本来是拖掌 变成按掌 按掌 变成手心翻出来 变成瘫掌 走 回来 立直了 然后再给一次 回到刚才的手心上 但是头不用回去 养着看天花板 明白了吗 今天有课了 对呀 一看就上周没来上课的 因为我明天有事 明天要去集训了 要去北京了 我是镜面 亲爱的 是不是刚进来的 刚进来的宝宝们 左上角加一下关注 刚进来的宝宝们 左上角加一下关注 然后 点开以后加一下关注 我来告诉你 我现在是镜面教学 你不要去考虑说反的 因为你还得想 我就是照镜子里面的你 我就是镜子里面的你 明白了吗 手好酸那就对了 那手酸就对了 说明你这个指尖的 那个延伸感 用指尖带的这种感觉 撑的这种感觉 你看 撑的上翘的这种感觉 就出来了 肯定就出来了 如果你手酸就对了 你手没有知觉 肯定就不对 你一点都不酸 那肯定就不对 任何的美 都不是天生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他都是做到 因为做到极致 那么做到极致需要什么 需要你的一个撑近 好 来准备 现在没有转身的 所以看镜面 你看背面 只能看到我的屁股 新进来的宝宝们 你只能看到我的屁股 也不知道我的手从哪走 你们也不知道 这手是怎么变的 比如说我从这个位置 我要怎么落下来 你根本看不到我的手是怎么变的 你只会 只会这么落下来 这么去做 因为你全靠猜呀 你现在得看我的镜面 得看我的正 就是正常的 你得看我的前面这一部分 你不能看我的屁股 明白了吗 嗯 好 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好 这个穿上来七八 这手 立起来了 对不对 卖左脚 双手往你的左鞋上方去 有的人左右都分不清 就很难学了 走 左边 卖出去 好 完了以后 右手落下来 指尖带着走 左手按掌 变成右手 拖 左手按 对不对 好 完了以后 你是看回来的 对不对 好 完了以后 回身一下 有种害羞的感觉 你得回来 变成 右手本来是在这 变成 两个手换一下 看到了吗 变成这样 哎 完了以后 手又回到刚才的那个手位上 然后头不要跟回去 三道弯要给它拧出来 夸要出来 一道弯 两道弯 三道弯 得拎出来 然后身体看一下我的上半身和我的整个下半身形成一个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对不对 哎 然后你的胸口翻上来砍天花板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你们要学舞蹈呀 首先搞清楚自己的左手在哪边 右手在哪边 就真的真的有的人天生就是他左手还是右手他要想一下的 你必须通过学习舞蹈去去提升你的这个协调能力啊 比如说你左边右边在哪边你要一下子就能反应过来 因为我每次教舞都会说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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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